伴随着铿锵有力的古典 一个身披黑袍 画着脸谱的演员踏着节拍在舞台上踱步 挥袖顿手间 脸上的脸谱瞬间变了模样 随着层层的变换 一个羊面孔展现在观众面前 引来阵阵喝彩 画面中的演员名叫米露 是来自塔吉克斯塔的留学生 目前在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米露说自己是2006年来中国求学 慢慢接触并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006年还是2007年第一次我是在北宇看到的 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感觉非常神奇 舞台上的动作 然后在那一刹那变脸 各种各样的这个人物的面具 然后根据面具 他来在舞台上 这个走台 摆姿势 我觉得非常帅 也非常神奇 所以我就下了决心 我一定要学会穿剧变脸 米露告诉记者 穿剧变脸中最难的是舞台亮相 每一个脸谱都代表一个人物 演员需要按照这个人物特性进行表演 走台 虽然自己学艺表演已六七年 但是变脸这门艺术博大精深 他仍然在不断地探索着其中的奥妙 右手上 这边往够走 眼神跟着他 往下 看这往下是半握拳 空拳 往下 然后这手呢 过来推过去 推过去 拉回来 拉回来 对往前看 我学这个穿剧变脸学的不是很专业 但是每一次我表演的时候 无论是中国学生还是外国学生 掌声非常热烈 非常喜欢 等到我落出自己的脸的时候 他们非常惊讶 原来就是一个外国人 近年来 米露也常跟随学校的艺术团 在世界各地进行文化交流 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播海外 此外 他还在家乡的电视台 表演穿剧变脸 不少家长通过电视台找到米露 希望他帮助自己的孩子 去中国读书 学习中国文化 那年呢 我大概带了23个孩子 来到中国 帮他们申请学校 安排他们来中国上学 中国一直以来 照顾我们 塔吉克斯坦青年人 在我们国家成立了孔子学院 每年给优秀的青年人提供 这个孔子学院奖学金 还提供中国政府奖学金 而且自从提倡 这个一带一路这个倡议 还提供一带一路奖学金 米露说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不仅塔吉克斯坦来华读书的学生变多了 去塔投资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 很多留学生回国后 会选择到中国企业上班 此外 中国对塔的基础设施建设 也做出很多贡献 中国企业原建的塔屋公路 长达300多公里 便利了当地民众的交通出行 因为我们国家山区比较多 这个公路呢 在建设的过程当中 同时建设了七八个隧道 这是隧道最长的是五公里半 中国政府把这个公路修完之后 十一个小时的路程 减为四个半小时 两年以来我一直开车 坐这个公路 非常平 开车也非常舒服 谈起将来的规划 米露笑着说 他现在正学习说快板 吹葫芦丝等传统艺术 希望更深入地了解中国 未来他想回国发展 成为一名外交官 为中塔的和平发展 文化交流做出贡献